FMQ1.5 自由之聲 漁夫自由行 大家好 我是漁夫 我們每一個禮拜 尤其是在空中既民 很開心 我上禮拜有說 說我總共六頂的地圖 要說 今天呢 要說第二頂 這第二頂就是在說 車頂老附近 我第一頂是在說 日治時期差不多日本人的政經中心 現在在說的是在說 民政跟清朝的時候 差不多漢人的重要政經中心在這裡 我們知道天后宮就是那個 天后宮啦 就是那個四郎正在做營廚 正在做營廚的時候 抱歉 走人知道 以前又拜一個媽祖 他就是叫做媽祖經 刺刊的當然就是 帝神公園 女子的政經中心 車頂老 現在齁 你如果站在那裡 就開始 先生 您跟我拍拍照嘛 中國人都在那裡 翻譯了就開始在那裡 搓梯搓地 這樣說一堆就對了 大家就在那裡協商 什麼 這個車頂老 如果說到這個車頂老 我有一個朋友 他是日本竹坡大學 他竹坡大學 因為呢 回來他來到台南的時候 他老師都會對他來 對他來做台灣民宿的研究 他那時候總是要帶老師去刺激一下 帶他去看那個車比較不老 他就跟老師說 這就是帝神公的時代 什麼政經中心 什麼說一堆 好 他老師說 嗯 去到他台式內 但是說 奇怪 你們帝神公時代就有鋼筋水泥了 大家說 怎麼有鋼筋水泥 所以不知道 就一蹦就是那個 無讀車 無衛生的 你要修復鋼筋 不是把鋼筋說這樣 做一個形狀 你要用那個古早的建築方法把它蓋起來 把它蓋起來 為什麼要用古早的方法 因為你這樣不知道能夠了解古早的人 為什麼要蓋這間房子 你要用現代的鋼筋水泥 怎麼還在修復鋼筋 要找死人呢 所以 我去中國也有些經驗 譬如說黃鶴樓 習人已成黃鶴去 此地空於黃鶴樓 黃鶴樓現在不知道蓬在哪裡了 蓬在哪裡 黃鶴樓很遠 因為黃鶴樓一定蓋起來了 那就是他們的黃鶴樓是怎樣 有電梯的 有電梯的 因為我找死人沒有電梯 黃鶴樓有電梯 那修復鋼要不要踏起來 習人已成電梯去 此地空於黃鶴樓 黃鶴樓 黃鶴樓 電梯 所以 我有一間機到福建 從武古城 這武古城就是 什麼就是當年七季光 說在打倭寇 什麼 你撥著倭寇嘛 還有一個鋼樓 去到那裡 那些人也壯了 從武古城啊 從當初到現在啊 歷經幾百年 幾千年說到 嘴巴全部 說完 我說 你們那個時候有鋼琴水泥啊 中國人也一樣 那邊的中國也一樣 那些古早的古蹟 什麼的 他也沒有照顧法 把它蓋起來 反正鋼金水泥 它錄下去就對了 不是中國而已 韓國也一樣 我去那漢城 看漢城以前的洪宮 看不看那有涵的啦 就是連那個 本來是查的所在說 用鋼金水泥在做 我也是看過 說 啊 會痛啊 然後來看這盒這個古蹟在騙我錢的 但是我跟你說 現在 裡面好像真的有在認真修復古蹟的 我記得 記得給你聽 我有一間去行渡 行渡有一個很大間的 東大士 都在那裡蓋 在那裡蓋齁 我就看他裡面的公法社會 都按照那個古蹟時代在蓋的 裡面還有解說 一邊蓋 另一邊在那裡蓋 聽說這間的蓋好小 我如果有時間再來走一座 再來給各位報告 日本的傳統是怎樣 他們會不會用傳統的建築書 他們所有的廟差不多20年 收一座 收一座 你現在說這些古蹟的建築書 你就從這裡開始一直收 一直收一座 過來又另外一座 過來又另外一座 所以他們每20年修繕一個廟宇 那個廟宇就常常會保持新的 所以就是說 他的古法的建築 行業的人不會失團 種到他的古法傳統 也是把他保留下來 保留下來 你說這有什麼重要 很重要 現代的建築書 他們也是為了這個古早時代的日本建築 去獲得建築的靈感 比如說原建 原建的話 每一個廟室或古城 都可以直接拆開來 拆開來再整塊 比如說要拿一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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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還趕著一匹一匹 這種原建的製作方式 各位 這跟現代的建築鋼金水泥有同一匹嗎 有同一匹嗎 有同一匹嗎 其實也差不多 預住的 比如說我剛才問 我以前和外面的工廠都定好了 我的工廠什麼都定好了 你現在就是主要工廠什麼的水泥冠冠 好來幾個所謂應該來的開始倒倒進去 這也是都原建的概念 當然古早時代和現初時 有一些建築方法上的不同 但是基本的概念也是一樣的 所以這就是古早時代的東西為什麼要漏下來 這是人類經驗的傳承 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 不是說刺坎樓整間 你現在把鋼琴鎖開起來 看你去看有沒有意義 沒有意義嘛 所以我們在這間桌子裡面 我認為刺坎樓是為了太大 為了刺坎樓為了刺坎樓 要過一下子裡面的湯子 藏子 什麼你都要 要照那個行李圍 還有上面尤其是處上最麻煩 什麼燕尾啦 吃虎啦 什麼的一大堆 尤其我已經五十幾了 不要這樣做 旁邊有一間 就是民族國燒義麵 這是賣義麵的 這個義麵就是什麼 我知道 我剛才說的 義麵有四種在台南 第一種就是我們的那個 汕頭義麵 汕頭義麵就是 三頭人來做義麵 做這個 QQQ 所以有些時候沒有人穿那個 台南人 他強調義麵 他強調義麵 你去北邊什麼時候 吃麵就吃麵了 有什麼義麵不義麵 乾麵 撒瓜麵 什麼麵 油麵都有 就是沒有人在強調義麵 這台南人特別強調義麵 另外還有一種是 福州義麵 福州義麵就是 我國人的這個 考據 不一定是正確 就是跟那個館廟的義麵 有關係 就是 後來團到館廟 變成館廟的義麵 還有一 還有第三種 就是這種 鍋燒義麵 用鎮的 用鎮的 第四種就是 有一件我去問那個師傅 師傅說 什麼叫做義麵 那個師傅說 做麵的時候 出來就叫做義麵 叫做義麵 這四種 那四種 我就是在說 其實有很多百貫市做的麵 來到台南 它也叫做義麵 所以 比較不是那種什麼 福州 汕頭 那種義麵 不過這個鍋燒義麵 因為它是用鎮的 這個鎮的 就是 就是 各位如果有去那個 日本 橫濱 有康哈馬 有康哈馬 有康哈馬那裡有一間 叫做 Instanoodle Museum 就是 安藤百福 這是日本最大間的 這個泡麵公司 叫做日清拉麵 他們所建的這個 泡麵博物館 那麼 安藤百福是什麼 安藤百福本名 叫做吳百福 吳百福 是嘉義人 嘉義出身 在台南在做 做生理 不然 工廠做得不好 走去日本 啊日本那時候 二字世界大戰玩 經濟蕭條 啊他們在想 嗯 大家在吃拉麵 啊這拉麵是怎麼 還不能說這樣 並做那個泡麵這樣 啊 我們台灣就有啊 台南也有啊 啊 剛才看到這個義麵 他就用這個 這個做法就是 用油錢 啊你如果去那麵針裡面看 你看就說 哦 他說這個 在他們家 啊他有一個 模擬的這個 場景 就是他們家 他在哪裡在寄 寄那些麵 啊現在 煮好小之後 再一包一包包起來 啊大家拿回家 啊就要做 做料 什麼的 比較軟軟的 哦這樣就變成了 一包泡麵 泡麵就是這樣來了 啊 啊裡面齁 去看 那是不是 哦那個安藤白夫 還想說人類 如果登入夜球 還是去火星 以後就要 帶他的泡麵去 這也不錯啦 他夜球吃泡麵 哈哈哈哈 這不錯齁 還是去火星吃泡麵 哈哈哈哈 說到這個齁 呃 有人 我在上面看到一個新聞 站是不是 說有人準備說要移民火星 啊移民火星喔 什麼條件呢 啊 買去移民火星 說買票 買one way ticket one way ticket 什麼 單程票 這杯子沒回來就對了 哦 哎唷 啊沒回來為什麼 怎麼要死那些 不是啦 當然是要去那裡可以瓦啊 對不對 奇怪 啊這什麼行李都有人做 啊也有人要做這個 啊也有人要買 啊 很奇怪 啊 聽說以前火星有人住 啊 不過這不是我們節目要說的 我 我也不是那個 這要問那個寶傑 寶傑你 你看這個外星人 齁 有沒有火星人 齁 後來 啊 啊再來呢 我們就說這個地道的這個 這個 這個就是 說到這個民族路 這邊這裡就有 吃飽的 普水魚雞 啊 當然那裡有幾個經典啦 什麼菜家的 什麼 呃 滴火湯啦 啊 啊有什麼 那個什麼 那種過地的啦 啊 啊有了 就餵不下去了 啊 那那個 啊 那這個 蒲水魚雞這是 他是 他是 白白白 白白 白白 啊 我以前在 洗蟹在那個屏肚 啊 我曾經我一句話說 白白界 叫做漢 白白就是 馬家村 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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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說馬家 在那個 頒面上 說馬家 啊 台文是 近親就對了 啊 它有一點類似頭頭,頭頭比較好吃 所以白鴨的意思是說白鴨沒有頭頭好吃 不過看,我問白鴨這個白鴨吃白鴨魚鴨 他說不一定看,看正常啦 你如果要做魚鴨,那就一定要用頭頭 這個是我們台南 我們大家知道說台南有時候到長久的時候 那個頭頭魚就來了 或是平衡來的最好 通常都幾隻,差不多10斤大 我記得好像是這樣子 他那個,你這樣釣這個頭頭魚 用魚肉的比較不好,用釣的比較好 我說用釣的,為什麼用釣的 他說有差,因為你用魚肉的頭頭魚的掙扎 掙扎它的肉質,它破壞到 用釣的,說比較好 是不是這樣我不知道 每道是這樣 尤其是到了這個,尤其是到了這個冬櫃的時候 大家就走去水神經 水神經裡面就有人在賣那個頭頭魚 我這樣嚇到水神經,嚇一嚇,水神經 你的理睛我也沒了 他說找我去攝,要攝到水神經裡面每一間 這個有種味 他說這頭頭魚,就當時來 現在電腦,像我看我很多朋友都 如果是跪著來的時候 就走去裡面買那個頭頭魚,要整吃 要整吃,你說要怎麼吃 當然不是吃,就是要 叫他們處理處理的 切到整塊整塊 聽說這樣掛的什麼,給它風乾 一夜乾 可以分鎮朋友,要整一塊 回去煎那個頭頭魚 還好吃 我這樣說,我都拿腰 這是我們台南人的好名 有朋友來的 都在水神經那裡 當然有寶魚也有 不然水神經比較大 在這個吃肉 所以魚雞的對面 其實也有一個武廟的肉圓 還有在那裡有人在賣碰糖 但是那些癱瘓 那些跟Weekend才有出來 那些碰糖 最近都沒看到,很奇怪 那些做碰糖 碰糖那個沒有 癱瘓 就是他生了民俗記憶 我小時候就想要黑糖 現在下去 稍稍的都碰起來 就是黑糖餅 碰糖餅 不過碰餅 現在都沒有人 很少人在做這樣 那是小了 那是太甜 那我小了 那是愛吃 所以 我們像白鴿那條 都一樣 慢慢的都沒有人在做 偶爾吃到 那是都 民俗記憶的 拿出來點點 這樣 大家吃到心吃 那母廟肉圓是跟 台南台北的肉圓不一樣 他完全都是用肉 下去做 他沒有那個 下 那這個母廟肉圓 是真的 是不是 你如果說 他的一分 我記得 三顆多多 反正 你如果說 一群人 去到那裡 要 一群人 要同吃一分 所以還要坐椅子 他沒有給你坐 他說 你問 你要吃 你是來吃 滋味的 你把我椅子 摘了之後 別人要吃什麼 對 那生意很好的 每個 煲頭三四點 的時候就撒出來了 撒出來了 後 大家用唱 這天到晚上買幾百粒賣完就沒要賣了 在 母廟的這個附近 尤其是 寫到我們這個 寨門的地方 那邊叫行 你把它寫進去 有一個 在做炭烤吐司 行李也好 要翻過 吐司 吐司 他本來在那裡 最近說 伴出在母廟外面 就是在 馬賽亞 馬屎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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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賽亞 外面那裡賣 旁邊那裡賣 就是用那個 炭 去烤那個吐司 炭烤跟瓦斯烤有什麼不一樣 我們現在普通是用麵包機烤 用電的 炭烤到 我們一般去日本料理店 沒有人用瓦斯槍 但是魚的上面噴噴噴的 我說 那 我是比較主張不要這樣吃 因為你瓦斯本身有 有 有帶那個 聲音說 瓦斯的草 為什麼有草 瓦斯本來是沒有味的 但是為了 怕那個 大部分人一噴到瓦斯 不知道 所以都會給它軟味 軟味在裡面 軟味當然是化工的味 這樣噴 剛剛 對身體不太很好 用炭烤有一個好處是 炭的那個 那個 那個滋味 炭的那個味道 會滲入那個食物裡面 他說這個炭就比較沒有那麼 對身體有害 味道也比較香 比較香 他說 這什麼時代 烤麵包機 烤麵包機烤一烤就好了 你還要用炭 還要燒炭 所以這 這說起來 看人 縱口藍條 不是說我油 說好吃的就好吃了 好 這張圖裡面 我最重要的是 為了這個武廟 各位要知道 這個武廟的天際線 是 它我在看 是台南最美麗的天際線之一 因為我們一般台灣的星期 對著我們的天際線都沒有在關折 你如果去深淨的國家 比方說美國就對了 我 政府反對你說 你這裡不能給我去多少 這裡不能給我去多少 因為破壞我的天際線 對 天際線沒有天際線 這星期就不漂亮 我們台南 比如說我們台南火車頭 後面有一間很大間的飯店 就是破壞整個 台南火車站的天際線 當然不是現在 目前那間飯店的植子 那是古早時代 蓋的人的植子 古早時代蓋的時候 那時候 市長也是要付植子 你什麼都沒有設定 親親親親親親親 可以蓋這間很大間 才突兀 我們現在那個 台北的總統府也是這樣 總統府的天際線 都沒有去 後面忘記了 忘記了 什麼人都可以蓋我們就對了 總統在那辦公也能看到 馬英九和政府 做什麼事情 大概是總統府的 旁邊那些大樓 也看得到 也知道 不知道 看的社會 不知道 啊這 武廟有好家宅 就是說 我們如果 從英國路這邊 騎去看過 好家宅 沒有去到 就是奇奇怪怪的 的房子 所以它這一面 還算很漂亮 所以它這天際線 又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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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旁邊又去一間大樓 沒有啊 這下就 這天際線就沒了 沒了 沒了 我們 生氣就是要有 很多美麗的天際線 這生氣才會很漂亮 公公開才會多 這是基本的 基本的 就是說你在古蹟旁邊 你不能給我蓋 新大樓 啊 你要蓋也可以 但是你要限制 有多高的高度 你不要讓人家 看 看過去 啊 都 都是現代的大樓 啊說有的人 在那些電影 很熟悉的 在那些古早出的 看著現代的建築 我也笑到八道天 啊 所以 武廟 這台南 最漂亮的 這個 天際線之一 啊 它那個高高低低 起起 起起落落 喔 真漂亮 啊這個 地圖的 右上方呢 啊 是一間美味意麵 各位喔 很多人問 啊如果你說地圖 看著我 我是要拿地圖 啊地圖去網路 我的網站上面看 這是廣播啦 啊 你網站上面看 真是地圖 啊 啊再來呢 那如果呢 永烏路要套到 永烏路要套到 永烏路的民泉路 民泉路 那再來的平台 我就尋找到 啊 我們的有名的新美雞 新美雞以前就是美雞 喔 美雞 其實新美雞這個環圍喔 目前這新美雞 不是以前的美雞啦 美雞還要算 到過那個正義界那邊 喔 那麼 但是這裡有幾間也也是很好吃喔 比如說義明啊 公愛的義明啊 啊松竹當過鴨啦 佐家魚面啊 這都很特色 喔 很特色 譬如說 這個松竹當過鴨 這當過鴨 他的美雞在做喔 齁 你看看他 他那個老闆第一道 中到他的美雞 喔 包藏魚啊 這樣拿出來 我看的時候 我看到都嚇到 我說 哇 哇 這美雞又有人這樣做喔 齁 他的美雞齁 他的美雞用藏魚包起來齁 啊 你現在人家在蒸的時候 那藏魚要噴 噴下去 在美雞裡面 啊 美雞通常都是阿雞啦 齁 啊 啊有的人說 欸我去吃火 哥哥他說米血米血 啊 哥哥米血大部分都雞血 不是鴨血 齁 齁 啊 那就沒辦法了 你如果說在那個工商社會 欸 那個大堂市裡面齁 什麼火也不會給你染 齁 我們想說你要吃就好了 你看看的 漂亮這樣就好了 賣相好 齁 啊我到底染什麼 你也不知道 啊政府也沒在管 那就沒關係啊 對啊 啊這卓家魚面 這蜜蜜啊 齁 這蜜蜜齁 開始講特色 蜜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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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蜜蜜最有特色啦 蜜蜜是 我去福州的時候 有吃蜜蜜 用的蜜蜜 啊 啊在我們台灣 聽說是用那個 高麩 高麩蜜 下去做 齁 高麩蜜說 那個 脆度比較有啦 齁 比較Q啦 啊 這個魚掃就沒有了 齁 魚掃在福州 我沒有看到那個魚掃 蜜�蜜 為什麼叫做蜜蜜 為什麼叫做蜜蜜 因為一塊一塊做起來 像那一本蜜 這樣 酥蜜 我們說 蜜蜜蜜 有喔 齁 所以一塊一塊做起來 就像蜜蜜 在台南北吃蜜蜜 蜜蜜是很平常的事情 在北北 都吃 不要聽到有人說 什麼蜜蜜蜜 蜜蜜呢 啊這個蜜蜜就是齁 他們現在做起來之後 哇 啊 你要下火鍋 也很好吃 齁 也很好吃 啊這個 啊那個老闆 又吃什麼 那個老闆 他說啊你 他說 他說他本來是 潮州人 我說你好 說潮州法 齁 又鬧了我 我聽咧齁 說起來也是阿俠 就對了 啊再來呢 我們這段度的蜜蜜 就開始走到蜜蜜蜜 蜜蜜蜜 蜜蜜蜜蜜 我們知道也是有 那個 啊 紅蜜蜜 他們的蜜蜜 啊 很多人 呃 這個蜜蜜蜜 紅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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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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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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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這西門路是很深色的一個地方 通常我早上騎到路上騎到 騎到去吃早餐吃完 我會去那個 譬如說我如果是去到國發街 吃早餐吃完 我就會騎到西門路那裡去 走去那裡有一間咖啡 叫做Easy Café 去喝一杯咖啡 那咖啡咖啡豆 酸料真好 煮起來 香味真好 沾滷米吃 它這是古厨 老屋 老屋上還有 你看它的山牆上還有雕花 還有一些裝飾 很漂亮 所以我在那裡喝咖啡 旁邊 這味叫做厄玉 厄玉愛玉 我們台南人說雞 雞 啊這雞 那厄玉 你如果有 現在很多人用化學的去做 化工的去做 那你的真正的雞做到好的 那有毛細孔 有毛細孔 那乳煮呢 煮得不像我都因為 這樣 因為是天然的 那天然的 那天然就是這樣 我煮一間那間那個厄玉雞 啊 它粉粿也很好吃 啊通常在那裡喝一杯咖啡的時候 啊 旁邊又叫一碗來吃一碗 很爽 旁邊還有一間 這間要鼓勵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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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金格蛋糕 啊 他有一天 突然想到了說 啊這個本來是一個 老房子啊 那為什麼不把老房子 外面這樣 扛棒上面跳掉啊 啊 跳掉之後 讓老王子的 昔日風華照出來啊 啊 他就把他整理整理 這樣喔 啊 他做橘色 啊 讓他原來的樣子都跑出來 漂亮 漂亮 我們現在喔 台南有很多的這個商家 你明明就在 住在那個郭廚的爬 啊 那郭廚這樣去的這麼漂亮 啊你沒有那個郭廚的表面呈現出來 你這間店才看起來的高級 啊 你用那現代搭來搭去 那不是跟別人一樣 有什麼好講 不要說什麼 說像我這種的想要跟你學的人 我都不知道要學會去 對不對 想要跟你搭算團結 不知道要學會去幫你搭用啊 所以這就是做 做行李喔 要有美感 齁 忙打行事情 就是這樣親親菜菜 齁 一個單啊 泰哥跟泰哥擦樓 也沒用 齁 齁 其實是說用現代 我來頂頂的這樣齁 霓虹燈招牌做一堆 我跟你說 那都不好啦 時代不一樣 齁 霓虹燈招牌 什麼的 你搭到一堆 你在網路裡面的評價不好 啊 人家沒辦法 沒辦法幫你倒下 齁 你怎麼生意怎麼會好 想也知道嘛 對不對 啊這個說起來齁 我一見看到那個 我們的主委 市政府裡面的這個 高級的這個 員工 啊他在說 欸 你如果是中招牌 聽起來 啊把那個表面齁 給那個表面齁 那個老建築的表面 露出來 風華再現 啊 市政府幫你補償 啊 叫他去經燈招牌 他就是要頂他的棒啊 齁 啊要頂他的招牌 啊看起來 他就財大氣豬 齁 啊我在那裡 我就看著他在Facebook裡面 在那裡 嘆氣 齁 我就走去那裡看 看一看 齁齁 啊我特別有一個 阿冠的肉粽 郭花家 裡面 阿冠的肉粽 那為什麼要餵這個肉粽 欸 肉粽 讚 阿冠的肉粽 真正讚 我們沒有辦法做法 啊他不然有肉粽而已 他也有滷味 齁 啊我們知道這個滷味啊 古早時代 如果是在嫁娶 啊 親一隻朋友呢 來跟你搭三天 啊搭三天 你辦醫師 阿人的肚子也要搭 這個時候要煮三天 就是要煮滷味 滷味 滷味 不過你的肉粽都不會下 下一個雨 雨一個日 齁 山東那個滷 滷是錯的 要下三點水那個滷 才對 不是山東麵啦齁 滷味跟山東麵無關 齁 齁 啊這個所以啊 他的 還有他的鹹味 這個鹹味齁 差不多十一點吧 十一點 旁兩腳串 比較晚了 一顆就比較晚了 齁 啊他的 他的鹹味是分成四天的時間 不一樣 齁 四種口味啦 不一樣的口味 齁 尤其是到這個 有蚵仔麵 有 菜瓜麵齁 齁 啊尤其是到這個 滷味的時候 什麼 滷味的 滷味的 齁 這 這都是我們南部 匠中的做法 尤其是 我媽媽的做法 真的想 我啦 呃 我媽媽有的時候問我 說啊你 中途要吃鹹味嗎 要吃鹹味嗎 我說好啊好啊 齁 這時候很期待 我媽媽就沒關係啦 走在菜市場齁齁 啊買這個 滷味啊 買鵝啊 啊買蝦啊 啊買蝦啊 齁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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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這麼爲的,爲到的,當然有什麼鵝底啦,有什麼這類的,就是我這麼爲到的,就是酒珍菇,鵝仔煎,黃粿和春捲。 這鵝仔煎啦,在全台灣在吃,譬如說我叫金門,金門的鵝仔煎啦,金門的鵝仔是酒鵝啦,酒鵝就是說不是, 像我們台南那種用的鵝仔煎,它煎在水裡面就吃了,它是放在那個,潮汐之間,有潮汐就對了,所以它的鵝仔不像台南那大小,它比較小小,但是它的鵝仔煎起來,也很Q,很好吃,你今天要吃它的鵝仔煎,我告訴你,鵝仔煎三隻就是鵝仔為主,對不對? 所以它的鵝仔煎,整半都鵝仔,我們去北部吃鵝仔煎,鵝仔都是三四塊這樣,其他都什麼,其他都米粉跟軟,那怎麼給它做鵝仔煎? 那在台南吃鵝仔煎鵝仔煎的是嗎?鵝仔當然比較多嘛,但是呢,如果要吃到這種還有白肉燥,只有這間而已 白肉燥,鵝仔煎白肉燥,沒聽過嗎?有什麼白肉燥? 太簡單嘛,所以鵝仔本身是一個海產,要腥味比較重,所以要用肉燥來瓦米 所以譬如說你去台南吃鹹味 阿公也鹹味 它也是有藍肉食 一定要藍肉食 肉食主要是要咬米下去 比較香 比較香 再來這個碗粿 我們知道碗粿現在 傅聖號本是自己的同門故事在那邊 現在變兩間了 一間叫餘味品 兩間啦 傅聖號的故事 我相信大家都也知道 傅聖號的故事 有一個故事就是 319槍擊命案的時候 這個丹水米是重情 那個時候 丹水米在上面那裡的手的時候 旁邊那個世衛長剛才在砍電圍 那很多名嘴就說 那種電圍就是要叫鄉舅出來 驚訝說把旁邊搭牽 名嘴說得那樣 反正天花亂墜就對了 反正他們這些人 青菜公園也不要緊 很奇怪 很多人要看那種名嘴的節目 我實在都很不想看 這些人公園都要付錢裡面就對了 黑白粘 粘粘 粘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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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粘的 我始終做 我都拿出來 我都不做了 那種的 他們就在說那時候 說那種電圍就是要叫鄉舅出來 結果買到過一條年外查出來 那種電圍是開的 開副生號碗粿 要叫碗粿給我扁鞋了 你們這些民主人要夭壽黑白說 說到國家動盪這樣 好 最近又開了一間 都可以,我們的消費者都會獲得比較好的 現在開始你們在附身上,你看穿得漂亮重新裝潢過 那所以現在評價都越來越好 這很好啦,良性競爭 再來就是金德春泉 金德春泉 跟這個週末時,我常叫那個元徽在補充的這樣 人們擺得長長長長,不是這樣嗎? 這麼豐價這樣,當然豐價嘛 那說到春泉,在中國叫做薄餅 去到那個,我去到那個問他們說薄餅 去到金問他們說七餅,七餅 用七餅,差勢的七餅 不過他們選擇一二三四五六七,叫做七餅 我們來到台灣叫做什麼? 叫輪餅 輪餅 不然,如果放起來就叫輪餅餅 輪餅餅 在台南吃這個輪餅 有兩個時間,一個是一面子 一個是三餅 那時候去吃 他們說什麼?分兩天 因為當初,張全來到台南嘛 聽說是這樣,兩邊有一個要吃輪餅 燒炸,炸到這樣,在那拜嗎? 炸到這樣,整個說好,買買買買買買 分兩天 三二節,三二節啦,說不定 三二節跟清明節分做兩天 大家有吃那天有吃這天 聽說是這樣來的 啊,我們這個輪餅齁 南部是大,北部是大 包法又不一樣 啊,這個 台南吃輪餅裡面有包一個叫做 紅帝頭 紅帝頭是誰要吃的? 是那個林靖王 當初代身說 隨著身說來到這個 台南的這個林靖王 他比較愛吃 他愛吃這個紅帝頭 啊,紅帝頭其實啦 啊,他的產值差不多 每一年的10月到隔年的5月 所以他的那個產值 剛好和我們的這個 清明節節分做會 啊,大家特別愛吃這個 紅帝頭 以前我們長男很愛吃這個 啊,我們長男長男人 啊,他很愛吃紅帝頭 啊,紅帝頭去空白骨 啊,他很愛吃這個 啊,輪餅還有紅帝頭 這是在 呃,其他的生事看比較沒有的 啊,就是台南的這個 金德春泉 啊,對面有一間切草店 啊,這個切草店呢 就是在永樂市場的口裡 啊,他是在 他這個切草 啊,他這個切草 老闆叫做肚罵 其實他們幾百間耶 我後來才發現說 哦,你這個肚罵放進來 也幾百間 全部都在賣錢草 啊,我們台南有很多人 比說中官兵的,中社會 啊,他們就去買錢草店來喝 啊,我也實際上 都去買兩款 啊,這個切草 啊,等他做飲料 啊,他說,漁夫,你為什麼 不要去買百貨 啊,你如果說去便利商店 買什麼飲料什麼 我沒有 我都覺得齁 我都覺得齁 在便利商店做的東西 都有一個化工的嫌疑啊 啊,因為我們政府的這個食品齁 食品安全把關的也不嚴 啊,你怎麼知道什麼時候 有出了什麼大桶沙拉油啦 什麼毒澱粉啦 每個人都走出來要嚇死人 所以我們台南的 這台湾的這個感情 這這麼重就是這樣啦 啊,吃這個切草地是天然的 天然的 啊,尤其是現在的人又不會吃甜 所以切草地的爐做 啊,沒有人也會吃甜 啊,這樣就好 啊,如果苦茶也有 我們常常去買苦茶 就是說,到底在台南 你有免於這個 喝便利商店的化工飲料的自由 啊,我們知道他們這些 這個商業的齁 藉著這些飲料的人 他們做過電視工庫 啊,是說齁 電視工庫我都不在身 啊,但是我們很多人都在身 啊,這行呢 有電視工庫的這讚齁 電視工庫的這讚 欸,跟你說說工庫就是 工庫就是工庫啊 工庫就是工庫就是在騙你 啊,你還在身上 啊,你還在身上 那台灣人怎麼講到這樣齁 寶寶寶寶 欸,你想說 人家就要在台灣出賣了 你怎麼講不講 這樣,就這樣說 好啊,好啊 我趕快討好他喔 我看有工 台灣人天生工 欸 是說 欸,我自己也叫工庫騙 啊 可憐 好,啊,這英錄 我吃醬裡面就是水神經 水神經裡面,大家也知道了嘛 啊,好吃麵 喔 很多,很多,很多,很多 比如說 裡面有一個麵條網海產麵 一碗五十塊 蛤 蛤 我跟各位說 那裡面齁 想不到四塊地 一碗五塊地 吧 一碗五十塊 半粒滷兩 還有什麼 蔬菜什麼 這樣齁 還有那個什麼 酒 那個燒烤什麼 這樣把你放幾碗 這樣 賣你五十塊 五十塊 我以前這樣去吃 很難吃 我說這樣齁 我不會這麼秀齁 像在跟補水這樣齁 行李頂一頂一頂 啊,好吃 做好吃 齁 啊,所以我常常有 人家早上 腳上起來就早上吃了 啊,不過這老闆齁 因為啊,我現在最近 一定大家慢慢熟了齁 去齁齁 就在那裡塗來塗去齁 齁齁 有這麼難吃 那邊還有在賣那種 漢邊齁 齁 都這麼一樣齁 齁 啊,這個漢邊齁 這塊我是齁齁 在我的桌裡面齁齁 都賣富色 只有這個台南做漢邊的故事 就一堆了齁 齁 齁 我們台南也有馬卡龍齁 傳統的馬卡龍 來,除了這個漢邊齁以外 還有一個做韓劑油飯 賣油飯的 賣油飯的裡面 當然每個人都很好吃 但是其中有一個行 很多少年來的就是 兩角 兩蛋白 蛋白 他把那兩 他的蛋黃拿掉 剩下蛋白 蛋白,他的滷滷的嘛 蛋白都給他用好水水 這樣齁 很多人都給他吃多 齁 他的油飯 也吃得很好吃 齁 啊,所以啊,你如果 那裡面也有 還有三色蛋齁齁 齁 我的肚子裡面有很多 還有很多 還有大床 齁 有很多東西 啊 有時候 我會說 看一看一看回去齁 這樣就要 晚上 午餐 晚餐 通通解決 呵呵呵 好 很方便 很方便 啊,再來呢 啊 最重要的 走出來這個 永樂市場 名道路這邊 有一個 紅豆阿 紅豆阿 紅豆泥啊 啊 這 這是算說 比較古早味的 點心類 紅豆嘛 紅豆泥 董事長會配咖啤啦 配茶啦 什麼都吃得很好 齁 吃得到也好 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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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當要 名道路 名道路這條 各位 我們知道啊 啊 尤其是酒精菇 這個地方 酒精菇 酒精菇 不能選成石金舊 要選成石春舊 齁 石春舊 那這 這床呢 啊 有一棟那個 六 總計有六間房 一二 我圍齁齁 一二三四五六六 六間房 六間房子 連成一排 啊 這 這間房子是什麼人 會 的財產呢 欸 我在那查看 完全知道 這裡有一 一條很長很長的故事 當天啊 這個 日中斷交 中日斷交 台日斷交啦齁 台灣跟日本斷交 哦 那一陣呢 那 陣情就是 那個 美國跟我們斷交 啊 最近那一陣子 在做行政議長 那時候 那個 中間就在說什麼 處遍部 金庄金字牆 有沒有 啊其實是風雨飄渺 啊 很多人應該走 也走下去了 就對了 大家走到美國 走到一國 大家都去美國 我想說 台灣這什麼事啊 啊 欸 那時候 中斷交了 他就叫那個 邱永漢 邱永漢 台南人 邱永漢 這個人很厲害 真的很厲害 喔 他去到日本啦齁 他的 他的天生齁 他的一種 對時事的觀察 特別敏銳 啊他哪 建設就說 啊這個 伊奧啊 這個國平對他去啊 時事會 怎麼用起來齁 他講的都對 哦 啊在日本都穿起來了 啊穿起來了 好 導師上面做一堆 啊他都做很多 那個 最新的做法啦齁 有那個行李頭靠 啊 啊這個國平那時候 中共說齁 為了要安定 台灣的民心呢 請到國平那回到台灣 啊國平那回到台灣 啊 啊回來就是 這個國平那想說 齁 你這真厲害齁 啊 國平那是一個台灣 獨立的主場者 啊 啊他才說 我這聲音 我如果回來了 你最近說 你自己不 你自己不 你自己翻會了 都說我來一關 我不會再去搜 對不對 齁 我是為了台灣 要回到台灣 講現金給你拿 我不會再去搜 所以那個時候 區英文很聰明 他就帶了一個 台灣 新青年 那個我那台島 那個叫做 岩坤 啊跟一堆 一堆在日本的記者 做回回到台灣 做什麼 啊有記者在那裡 萬一說你那裡 不知道 新聞媒體會補 那會補 不知道大家 可以把他救出來 喔 啊那個 那裡不是什麼 就是這六京廚 聽說他們就是廚廚 齁 齁 這六京廚 啊現在目前這六京廚呢 會怕孫 都沒人住在那裡 啊這六京啊 我們知道每一間的壁 都是有名的 好吃的米都在那裡 台南的這個民族 酒精菇 這些好吃的米都在這裡 齁 這六棟廚 啊如果酒精菇 在廣安宮 的隔壁 那個廣場 那個是 那個給做酒精菇齁 齁 那個廣安宮 那個廣場 那個廣場是廟產 啊就是 最後就是怎麼轉移 聽說是從這個齁 要轉移 要改建大樓 但是買到後來 改建大樓 不行 啊不行 之後現在也是 還有幾個大 這個 原來地酒精菇的 搬出去之後 他們都會賦名說 我怎麼做原來地酒精菇的這個 這個 喔 比如說酒精菇 那三位酒精菇 好煎齁 意思就是說我從那搬出來 啊那時候是美食區嘛 啊 有的人就搬來這六棟廚 齁 喔 老董廚家 所以這裡有什麼酒精菇 牛肉 湯啦 酒精菇 湯啦 啊 比如說青煮 青煮 青煮的煙臣十八 喔 香腸熟肉 其實啊這個熟字啊 我研究的結果呢 有可能是什麼中字 不是那個熟 是Helmi 是一 gusto 是一個人自旁一個食字架 食物 雜物的意思 也就是香腸食肉 厭臣十八 就是說 國中不一樣的肉 不可能是他寫了 así 做公司的肉 其他那個什麼海山肉呢 它有白肉也有紅肉 所以可能是應該要叫做N前十肉 食物 食物 所以你在這六間裡面 六間很好吃 譬如說福臺的飯豆菜 飯豆菜大家也知道 在台南飯豆菜和自助餐是不一樣的意思 飯豆菜是特地可以看到老闆 而且他每一天選擇了最好吃的東西 最好吃的海山料理又有興趣 每天都吃一堆什麼海藥 什麼有的沒有的 反正他拿著什麼新鮮的 他就煮來煮這樣 但是他構成的就是肉食飯 掛他的那個什麼糖粉湯 你加起來要配菜就是 他都挑最好的 飯豆子就是一定 有人把什麼自助餐不是自助餐 自助餐是你自己在那裡剪 他這不是 有人剪來給你吃你在那裡點 這樣 這樣就飯豆菜 好 還有什麼酒精鋪打麵 這如果我暗時用 看電影看完後就跑來這裡打 吃打麵 好 再來呢 情豬的這個N前十肉 其實什麼我在說這個情豬 情豬姓氏 是氏氏氏 氏氏氏氏氏 說了快就變成氏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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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氏 所以我說一件這個台南部的老伙氏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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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那些什麼煙錢、食物 那不是在那裡 在那裡吃 拿他的東西來配小酒 讚 那就是喝酒不宜過量 喝酒不用開車 我來對政府這麼西中 就是順便宣傳 那又來這裡 比如說這間這個 阿中的魚妹 阿中的魚妹也很實在 阿中很可愛 有一個座我去 還有一個座 他在跟他講台語 說你要藍材 那個座怎麼聽不懂 他說台語你聽不懂 很疑惑 剛才在台南台語又聽不懂 這些小孩不知道為什麼教 阿不然你說阿不你是阿辣的 他說 不是喔 我是台灣出生的 台灣出生的不會講台灣話 這是什麼台灣人 可憐 阿中實在是 阿媽這樣吃到人家做 他沒有本來做火樹 阿中以前在做工廠 做做賣的 說要做魚妹 他沒有做火樹 死死的 跟他做 阿中今天做到 我看他的腳 這樣 很辛苦 他腳一定扭曲變形 最好是不要做了 他我看見 他兒子 不要做我就不可以吃了 但是他兒子都很財情 他兒子都很財情 現在聽說頭路都不錯 再來就是 還有一間做圓餅 圓餅 圓餅是什麼 漢餅 漢餅 不過它的漢餅沒有那麼熟成 沒有那麼傳統 不是剛才一定有一點 帶一點現代的味道進來 除了以前漢餅的傳統作法以外 還有創作新的東西 比如說 那雞蛋糕 我們台南吃雞蛋糕都是炭糕 蛋糕嘛 都現做的嘛 現做的 剛才你會看一堆人在那拍一堆 拍一堆的就開始 為了要買蛋糕 這樣拍一堆人 炭糕 炭糕 那人家賣的東西就是炭糕 再下去另外做 要做一些創新的變化 所以 讚 讚 我哪 當代人怎麼這麼好名 這三個都有 我正常說 我正談剛才這樣 幾點鐘就走了 你看我之前說幾種東西 跟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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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建政別說 我再起來 就那個 開人飯 開人飯 我們有 什麼 烏 烏 什麼 不知道 啊 烏 那 that'sucing 啊 這麼 那有什麼 集成小 蝦人飯 喔 那 那個 開人飯 就要配阿兩湯 為什麼開人飯要配阿兩湯 就是 是因為那個蝦靈敲起來那個蝦殼 彈條很高燒 殺去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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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蝦的人家 用蝦兩次換蝦殼來 所以他就去做蝦人湯 鴨蛋湯 所以這兩個配起來說絕配 我經常是走來這個麵包的蝦靈敲 他要蝦靈放到幾碗都熟了 幾碗都熟 很簡單的 他就這麼說現炒 炒了以後 把整層的蝦仁放在上面 他這種做法 我在想和日本的蝦仁蓋飯蠻像的 有現在想著日本人的影響 古代時代日本人的影響才有蝦人飯出現 他們飯一定要炒了 那飯要炒得好吃 那飯要炒得好吃 蛤人幾碗都熟了 之後 又叫一碗辣湯 還是紫菜湯來 這樣我那個蝦寶 我那個中島 我就這樣鬆一斷 一隻到中的睡中島 所以 這個第二中的地圖 就是這個廁墊樓附近 跟這個廁墊樓 我就這樣說這麼久 各位要知道 我總共有的六張地圖 再來 後禮拜還要說 那一張 我多怕人 整個禮拜都是 好吃 好癢 如果你都只能說這而已 你不說這 說一些歷史 故事 就是要為 因社的文化 裡面來說 因出就很多 故事 所以我不是不說 我不說故事 你如果有 人情的主義 聽我的節目 你就知道 我在說 裡面 有暗藏著 也不能說暗藏 也常常會引述 其他的故事一起來 這樣來各位分享 我們不是 剛才在愛吃而已 我們其實還有很多的 飲食文化意義 意義在裡面 好 今天 這段的地圖 說到這裡 後禮拜再說第三個地圖 這是FMQ2.5 自由之聲 義父自由行 我是義父 多謝收聽 小子 有些人 看到馬上 沒有 電視 有人 說 不是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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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